大家好,我是青石 两三天以前我们看了牡丹嫁街苗的情况 今天我们再来看看牡丹种子发芽的情况 这个种子我现在是把它放在密封的塑料袋里 这里边发种的机制是100%的支持 这个潮润的支持在9月份的时候 在9月上旬的时候把这个种子放在塑料袋里 现在在塑料袋里已经呆了差不多三个半月了吧 大概有100天左右了 那么应该是发芽了 那么今天咱们大家看看这个发芽的情况 完了以后把塑料袋打开 然后以后大家给我看看这个 把它造出来 这个发芽的情况 看上去是有些已经发芽了 看到没有 那么看看这个 这些都是发芽的种子 然后我们把它挑出来看看 这就是发芽的种子 上面这个黑黑的圆 那就是牡丹种子了 底下的细细白白的 就是牡丹种子发出来的根 它是根 不是芽 没有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牡丹种子 它是要解除它的薛棉以后 它才会长出叶片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称为牡丹种子 已经出根了 不能说它发芽了 好吧 我们看看有几个 我们大家看看 看看 看看啊 还是有一些的 对吧 这个 有些是长 根长得是很茂盛 有些长得是很多的 也有很多是没发出来的 这个牡丹种子是很奇怪的 不是说这个种子在适合的条件下 适合的这个 这个 温度条件下 它就能 它就是能发的 不是不是这种情况 那么现在 这个 我们把它拿出来看看 这个 发的情况还是蛮多的 是吧 嗯 这个 看到没有 这是说还是 还是蛮多的 有些这个种子 它们 有些根发的比较多 有些比较少 那么我们 那个 因为这个种子呢 这 这次的牡丹种子呢 都是 我家里自己种的牡丹啦 就是从牡丹架上 剪下来以后呢 就是说 没有什么 不是什么定向的 就是说 育种方面的东西 就是说 全部是在 这个 蜜蜂啊 昆虫啊 自然杂交成的 所以呢 这个里边 就是说 种子的 大小 发芽早晚 都是不一样的 好吧 那我们看看 它发芽的还是蛮多的 我们先把这个好挑的 先挑出来看看 这个还是有一点的 对吧 这都是发芽了 看看 这个我们可以在这里 仔细挑一挑 表面上看呢 这个里边 就还有一颗 可能把它漏掉 这一颗小小的 种子呢 就是一个新的生命 是吧 孕育出来呢 可能就是一颗 新的品种的牡丹 因为 这个牡丹 用种子来繁殖的牡丹呢 是跟 它的副本 母本完全不一样 就是有性繁殖 所以呢 原则上说呢 每一个 这个 种子发出来的 这个牡丹苗呢 它都是自己 一个独立的 一个品种 但这个品种 是不是有观赏性 那是另外一回事 好吧 我们还在继续挑 好 现在呢大概就没了 但是这里边呢 这个是画面上有点 看不太清楚 因为很多纸实 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些 种子呢 我挑出来给大家看看 它就是没有发芽的 这些种子没有发芽呢 那么原因也是很多 不知道 大概有一半吧 一半 大概有一半呢 是没有发芽的 这一半没有发芽的种子呢 并不代表它们 就是说不会发芽的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 保留 像 这个保留到明年 也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呢 就是 像春夏秋冬一样 像自然的环境里面 生活的时候 它到明年 也有 大一部分明年也会发芽 就是第二年还会发芽 但时间就比较长了 好不好 那我们大家都希望它低一点就发芽 但是 这个种子 不是说每一年 都会低一点发芽的 好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种子呢 就是 就是这些牡丹种子 那这些种子呢 我们现在的 这些种子呢 我们刚才说了 这些种子呢 它都是 它都是根 它并没有发芽 这个种子呢 这个牡丹呢 它要经过一段低温的解除它 这个种子这个休眠状态以后呢 它才会发芽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呢 就再把它放回 我们原来的这些机制里边 把它放回到塑料袋里 把它放到冰箱里边呢 大概保存在里边 是 大概0度左右吧 放60到90天 也就是到了明年的三四月份 那么我们就可以种到外面去了 好不好 那么这个时候 种子已经解除了它休眠 它就开始可以发芽了 那么这个具体的过程呢 我想在明年的8月底9月初呢 我都会一步一步一步的 跟大家来一块了解 这个种子怎么做 怎么让它发芽 怎么前期的处理 后期怎么处理 那么大概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休眠呢 没什么花样 就是主要是把它放回到这个 锁胶袋里边 完了以后呢 把这些机制也都放回来 完了以后呢 让它原来的状态 把它放在冰箱里 大概待三个月 那么就解除它的休眠了 好不好 那么今天就到这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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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